Michael Tyson, a wild angry teenager from a nearby reform school Mike can hit that bag for three minutes, all out 看Mike Tyson几大沙袋,你能够学到太多太多了 只要你做出技术拆解,也就是我下面要做的 下面就来看一看,你能看出他每次在沙袋上打出单拳或组合拳后都做了些什么吗 他在每次攻击后都快速动头,这样朝他打来的拳头就不会命中 如果你再看一遍慢动作回放,你会发现在移动头部后 他将自己放在了能够打出反击拳的位置上 这样的反击拳非比寻常,他所处的位置能够让他打出强力的反击重拳 现在我就来向你演示,他采用躲猫猫式风格 双手放在这里,然后做出左右移动,并在侧闪的同时脚下脉步 那么此时他向前做出脉步,将70%的体重都放在了他的前脚上 这么做有什么用,这会为重重的前手勾拳蓄力,看起来是这样 那么由于我做出了重心转移,放在了我的前脚上 并旋转身体出拳就像Mike Tyson在这里做的一样 他做出的另一件事就是快速出拳穿透沙袋 这就是他能出拳打出惊人的力量的原因 泰森并不是偶尔采取移动头部 他是每一次出动作时都会这么做 这一习惯是被他的教练在每次训练中反复锻炼出来的 不管是次拳,做移动,还是打出一二 做出移动或者打出一二勾拳,依旧在动 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另一件事 你后续看到了,但是不知道这么做有多棒 仔细观察下面这段短片,你就会发现他在做什么 怎么样 我要说的是,这段视频中的Mike Tyson是当时的世界冠军 是33场全胜的不败拳王 但是他在这做了什么 他依旧在听从一旁教练的指导 向他提出问题 Mike Tyson始终都明白一个道理 拳手一直都有进步的空间 无论你已经是世界冠军,还是只是一名新手 而这也是我们需要在头脑中牢记的 要一直听从教导 他在拳击这项运动中,真的是一名纯粹的学生 而且他也会做你现在正在做的事 那就是观看其他拳手击打沙袋 做出技术拆解 分析他们在做的究竟是对还是错 他一直都在想着要去比他的对手得到更多 不管这份优势是大还是小 而这也是他如此成功的原因 如果你进一步拆解他的沙袋训练 就会发现他在做的 他每次只去练习一套组合拳 并尽力用最快的速度来练习他 接着放松,接着再做一遍 或是换成其他组合拳 我马上就会向你展示他在做的 但首先我想说的是 如果你在做沙袋训练 真的不需要每次做的时候都将自己练到精疲力尽 每次都想变得更加强壮 要去拆解你打出的组合拳 思考你打出的每一套组合拳都是为了什么 这样你就能够一直进步 这也是泰森在这里和他的教练在做的 下面我将解析麦克泰森这套超棒的组合拳 下次去到拳管时你也一定要去试一试 因为如果你按照我展示的方法去做 就会打出超级大的威力 但我还是要说正如你所见 泰森在这里或这里或这里还有这里 每一次他进行训练身旁都有教练陪着 帮助他完善他的出拳养成更好的习惯 如果你没有一位教练或者你已经有了 他还是会养成坏习惯 我这有一套你能用的系统 每次在你打沙袋时都能帮你完善出拳 如果你扫这里或者点击下方链接进入网址 那么我就会将这套系统免费送给你 听见我在拳题中取得过的成功 赢下奥林匹克奖牌并拿下了欧洲金牌 我发明的系统适应于所有人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随扫这里或点击下方链接 我就会教你如何查明错误 丢掉换习惯 除此之外还会给你许多沙袋训练 来帮助你完善你的出拳 下面是麦克泰森的组合拳 他在过去喜欢做的就是打出有职拳击负 接上两下勾拳击负 麦克泰森的这套组合拳简直是惊艳重人 那么他都做了些什么呢 他迫使他的对手按照他的意愿来行事 他首先做了什么 当他像这样动头时 他的前脚会向前迈步 然后打出幼直拳击负 由于这一下上步和出拳在同时完成 他能将这一拳打出十足的威力 所以就是一动一动 短的幼直拳击负 那么这样一来 他的对手就会将手臂并拢 因为如果像麦克泰森一样的人出拳打你肚子 你会怎么做 你会将你的手臂并在一起 这是你哪里暴露了 就是腹部侧面的这里 这时他就会朝着侧面狠狠地抽进两肌勾拳 所以他上步打出幼直击负 让对手的手臂并拢 然后连抽两肌勾拳击负 快来告诉我现在会发生什么 麦克泰森朝你打出幼直击负 和两下左勾拳击负 如果你此时还没倒在地上 你的手臂会放在哪里 他们是绝对会掉下来的老兄 你刚刚挨了三下击负拳 这会使你哪里暴露 他会朝这里狠狠地塞进一记 前手勾拳击头 跑得再一遍 他会移动他的头部 上步打出幼直拳击负 偷进两下勾拳击负 这两下勾拳都是重拳 然后接下来 他会将他的手收回来 然后将全部的重心 都转移到他的前脚上 打出大大的勾拳击头 我会全速为你演示一遍 接着为你揭秘 他的躲猫猫式风格 他像这样 哦 他就是这样终结对手的 那么这一招之所以能够成功 靠的是他完美的躲猫猫式风格 我在这里对其进行了解析 那么点击这里观看这个视频 我会教给你如何像麦克泰森一样 使用躲猫猫式风格 点这里